哈囉大家好,我是肥貓 大家好,我是西里 我們今天要去台南玉井 這裡有創立於明朝永歷年間的古廟 是供奉玄天上帝的重要廟宇 還有神秘的助使公公傳說 到進苦時候窮苦人家的無奈 要去看美麗的紫色喜葉桶 從三月中一直開花到四月中 還有好吃的排骨麵 當然芒果冰也是少不了 台南玉井 北極店 說到台南玉井 大家的印象就是芒果的故鄉 算是台南的山區 其實玉井開發的相當早 玉井古稱Tamani 就是國語的交八年 早在荷蘭時代 就出現在台灣的文獻上 在日本時代 因發音與日文玉井 Tamani 相似 故改名為玉井 是台灣這堂的重要產地 玉井居然是日文 很神奇 相傳乾隆年間 玉井風里村 出了一位近視 名為 張維露 在雲南當官 賺了很多錢 曾於 曾文西上游蓋梳妝樓 中游蓋細樓 以便與歌技成游法 延西上下來回玩賞 其後帶上行下校 子孫奢華 並以玉井首富家族自居 數十年後 曾文西下游的大內 也出了一位叫楊光摩的豪族 兩家子弟 在九家英搶招宴季而結怨 雙方在觀眾前面約定比賽財力 楊家在張家門前買到 清到成山 直到將張家的近視期間頂埋了起來 張家則氣憤不過 開倉庫 到唐進曾文西 使曾文西水變成糖水 讓所有觀眾互相下河搶撈 大家喝個痛快 張家在氣勢大勝之後 卻發現中了楊家的計模 家產已經大部分付豬流水 家道從此中落 真是很有意義的傳說 快到北極墊了 北極墊就在玉井最熱鬧的中正路上 隔著圓環 對面就是玉井糖廠 玉井北極墊 相長為蓮花雀 從日本時代地圖來看 玉井北極墊 被靠土口山 前面為斗六溪 有數條小溪鉤匯入 地形蜿蜒如花瓣 中水龜塘 雀做蓮花 互稱之為蓮花雀 從空中鳥看 虎頭山的山勢相當漂亮 北極墊的靠山 就是虎頭山中部的最高點 北極墊源為平埔族 原住民的宮蟹 是原住民祭祀祖靈的地方 漢人來玉井之後 改為觀音庵 舊北極墊 原本是在玉井 迎普夏之菜園坑 相傳英帝爺公市井 當地將有洪水氾濫 當地居民躲過洪水後 集資於觀音庵原子重建北極墊 並於後殿同寺觀音菩薩 玉井北極墊 夏淫上帝廟 花壇三玄宮 彼此為兄弟廟 夏淫上帝廟為大上帝 花壇三玄宮為二上帝 玉井北極墊為三上帝 在廟玄天上帝 相傳為不同時期之轉世 因此每年年底 都會舉辦 皇陵同邁兄弟會親 由三廟輪流舉辦 相當的有特色 走進北極墊 墊內不算很大 因為是2021年重修 所以墊內相當氣派 墊內相當氣派 玉井北極墊最有名的 就是它中庭天宮盧堂的烏龜池了 北極墊中庭養烏龜 是日本時代傳下來的傳統 都是信徒買來放生 最多的時候 達到數百隻 因為數量太多 目前以謝絕信徒帶更多烏龜來 大殿祖寺北極玄天山上帝 玄天上帝的神尊 右手指七星劍 表示當管北方七宿 並主廚妖蕩魔 左手映絕 為玄天上帝指 一指向天 四指分向東西南北 民間法師用以 追邪 壓煞 與 樂福 發令 神桌後廳 還有正殿大上帝 大上帝七星劍放在背後 神尊掛有一條長面珠 大上帝 大上帝左右兩邊 還有兩尊軟生二上帝 二上帝閒少出門 平常很少見 只有特殊節慶 才會成教出殿 走向後殿 後殿庭院設有許願池一座 後殿是觀音殿 供奉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的神尊 也有三百年的歷史 是觀音安時代留下的神尊 觀音殿左右兩邊 分別供奉 南北斗新君 與 祝生娘娘 大上帝 這裏的南北斗新君很特別 他的香爐 寫著祝死公公 這樣拜了會不會被鑄死? 不會啦!禁朝收神記記載 南斗鑄生,北斗鑄死 古時候的窮人家,老大人自己重病 不忍醫藥被拖累全家 於是便來求北斗減獸 好可憐 鑄死公公除了帶來減獸 也可以減獸喔 三國演義中 諸葛孔明第五次北伐 在武藏園突然重病 便在軍帳中架設七星續命燈 就是在祭拜北斗以求延命 因此南北斗新軍是大家都可以拜的 慢慢地離開北極殿 我們要去看熱門的紫色喜葉騰 獄錦雙繡園 位於獄錦北極殿東南方 兩地相距1.8公里 開車約5分鐘 就在獄錦台20號路旁 路邊可以雙向停車 獄錦雙繡園本身是一間園藝店 參觀不收費 也有兼賣減餐 門口邊的喜葉騰是老闆於25年前種下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寒暑 中圍成為花開一整片的美麗紫色花牆 喜葉騰常常被誤認為紫騰 花期有一個月可以開到四月中 一開始開花的時候花是深紫色的 之後會慢慢變成淡藍色 每天來看花色彩都不一樣喔 由於是園藝店 除了喜葉騰也有很多不同的花可以欣賞 這裡也賣很多不同的餐點 價位是一般景觀餐廳的價位 這裡比較推薦它的排骨麵 麵條是寬麵的 湯頭是肉燥湯底 排骨味道有進去 好吃 這裡也有提供冬瓜茶與青草茶 一杯都是30元 用餐環境還算不錯 吃完了午餐 我們跑到玉井農會的複色冰店 熱情小子去吃冰 主要是這裡停車很方便 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用餐可以折抵停車費 用餐環境相當乾淨明亮 人潮也不少 也賣很多農會的伴手禮 價位跟外面冰店差不多 炎炎正午 吃一碗芒果冰還蠻開心的 芒果冰上面有芒果冰淇淋 清冰有加煉乳 還有芒果切丁與芒果乾 酸酸甜甜也好吃 今天的旅程您還喜歡嗎 想看更多肥貓的影片 手機網路搜尋 肥貓小讚喔 也請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掰掰 下週見